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我是李诺亚 由华一陈世骏等人在2005年创办的YouTube 隔年就被Google并购了 成为Google最成功的并购案 今年YouTube将渴望为Google创造10亿元的收入 每一个月拥有10亿用户的YouTube 最近在中半岛Sombruno赤资2亿1500万元 买向了占地55万平方尺的新办公室 显示这个全球最大的短片分享网站 计划扩大版图进军数位市场 挑战Netflix和Amazon 有野心要成为全方位的数位媒体 专家分析YouTube是短片市场的龙头 再加上母公司Google财力雄厚 让YouTube进军传统市场 电影市场如虎添翼 YouTube的新办公室将可以容纳2800名员工 这表示YouTube将会开始招兵买马 释出工作机会 除了YouTube之外 设在Sieto郊区的Microsoft微软 也宣布将要进军矽谷 在Mountain View山景城 打造一个面积达到64.4万平方尺的 现代化大型办公园区 和Google总部比邻而居 Microsoft在湾区旧金山 Palaoto和Sunnyville都设有办公室 其中新的山景城办公室 占地最大 新办公室估计明年初动工 可以容纳3000名员工 Mountain View山景城最近真是太热门了 除了受到了Google和Microsoft的青睐之外 最近即将登场的第50届 美式足球超级杯Super Bowl 山景城也是活动重要的交通枢纽 比赛当天 山景城是通往Levis球场的中转站 Countrain乘客会从旧金山 经过中半岛南下 在山景城转车到球场 同时也有人会把车停在山景城 再转搭大众交通工具去看球赛 第50届Super Bowl的门票 已经卖光了 转售价格标破记录 一张票被炒到5178元 最贵的座位一张票要12100元 这次的Super Bowl估计会有100万人 涌入湾区看球赛 Airbnb靠近球场的短租房屋需求量 是去年同级的三倍 San Jose一间只有400Square Feet的小木屋 三天的租金要3900元 8000多Square Feet的豪宅 每一个晚上租金 较价1万元 以上就是今天的老中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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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